6號登場的台北迪化年貨大街將開放試吃 但呼籲民眾逛街戴口罩是遲不走動 台北市政府串聯10個商圈及網購平台推出振興活動 盼提高民眾採買意願 年貨大街一直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年節市集 那我想也是所有台北市民從小到大的回憶 所以這一次我們也特別串聯了10大商圈 然後讓商圈自主推出很多的促銷活動 就是希望共同來振興我們疫情趨緩之際的相關經濟 然後也鼓勵民眾來消費來拼春節的商機 那至於疫情的部分 其實我們昨天也召開了疫情應變會議 跨局處大家來討論 所以包括醫療量能的盤點 還有包括大家很關心 也是最重要春節期間的疫情狀況 其實我們都有掌握 那在這邊也可以跟大家報告 我們包括口罩 拜塞試劑 口服藥物 目前都有3到6個月的庫存量 市民朋友可以放心 對這個部分我們當然還是透過柔性勸導的方式 盡量讓民眾能夠還是留意 目前疫情有可能在即的狀況 那主要就是希望民眾能夠來感受年節的氣氛 然後共同拼春節的商機 那至於事實的部分 我們也是希望民眾能夠稍微留意 能夠採買南北貨 然後全家一起逛逛街 我想這是主要的目的 關於商圈振興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逐步在規劃 也會以主題式的方式 能夠在疫情趨緩之際 能夠振興整體的商圈經濟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都在規劃當中 那也希望利用春節期間 還有甚至接下來我們台灣都會在台北 從過年前到年後 甚至從這一次年後大街 迪化街的南街到北街 大家都能夠一起拼春節商機 這個活動已經舉辦到現在 不管是以前民間的商圈自辦 到今天已經將近20年的時間 台北年貨大街 從以前開始呢 從最近開始呢 就很多的商圈共同來主辦 共同來協辦 也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夠 來台北過好年 台北的年貨大街 是台灣的指標 是台灣的先驅 那辦了十幾年來 各地都在模仿 那我們也樂得讓人在模仿 因為把台北經驗輸出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台北市商圈財業電會 一直在推廣的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做數位轉型 所以台北年貨大街 也有做數位這一塊 包括去年的一些跟線上的合作 那現在也有跟線上合作 包括跟哪有福的部分 那我們今年的部分 我們推出 我們台北市商圈財業電會 推出了數位3.0的計畫 那就是包括數位商業生活圈這一塊 那也就是希望把我們的商圈 做一個數位化的轉型 那非常高興今天 有那麼多的媒體來 給我們報導 那個年貨大街的部分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已經被疫情困了三年了 那也希望三點慢慢過去之後 疫情轉換 那我們的生意會越來越好 那這是一定的 那我們非常感謝台北市商業處 在這一塊的持續的遺囑幫忙 那我們的年貨大街越來越厲害 範圍越來越大 那讓我們的很多的商圈都能夠獲益 台北地下街 後鎮商圈 華英街 雲林街 東門永康 及四平陽光商圈 蒙甲夜市 寧夏夜市 聯合推出年節裝點或行銷活動 讓民眾享受今年主題 過年講究不將就 以及超Q蒙兔的陪伴 在年貨大街的這個時候 後鎮商圈因為它是批發的 所以到後鎮商圈來買 所有的東西都是批發價 其實不太需要比價 因為後鎮商圈就是一個批發的大市場 那今年剛好是兔年 所以我們後鎮商圈推出這個兔子系列 然後希望大家有空到後鎮商圈來逛一逛 後鎮商圈聯合商品非常多 比如說像後鎮商圈的太原路 跟那個長溪路 專門就是在賣一些什麼 春聯 紅包 還有一些家庭佈置的一些裝飾 那都是非常有年味 然後如果說 台北市民想要除舊不新 想要有一個不一樣的年 就到後鎮商圈來逛一逛 沒有試吃的話 民眾大概才買的意願會比較少 所以我們今年有試吃的話 我們預估的話 民眾購買的那個意願的話 應該會提升到兩層四三層 對 民眾大概都喜歡試吃一下 才會願意採買 一般來講現在的連結的長溫 我們大概都控制到一至兩層之內 包括現在比較天氣的關係的話 像鮑魚罐頭類 然後是說烏椅子 因為今年的產量 確實是有少一點點 這長溫有稍微高一點點 兩層多 今年我們聯合大街有幾個不太一樣的 我們市府團隊的幫忙 我們結合了那一個金華酒店 因為現在國門開了 金華酒店把外國人 很多外國人也希望 感受我們台灣的過年味道 對 今年特別不一樣的 我們結合了金華酒店 把我們的外國人 是不是來觀一下我們的 聯合大街 我們享受一下台灣人過年的過年的氣氛 我們台灣人怎麼過年 再來 第二個不一樣 今年我們那個登節 在我們台北 十幾年會到我們台北 23年 好不容易 我們現在行政局都有 我們今年特別 結合我們聯合大街 你看就佈置 不管連節還是連貨 都一樣漂亮 來這裡 來電話街 不管來電話街 不管來電話街 不管你過年前過年 都很漂亮 來台北市場這麼漂亮 我要給我們民眾 或者給外國人 來台北 來電話街 來購三千 將沒有錯 就是這麼漂亮 這是我們第二亮點 第三個亮點 今年我們把我們的主燈 把我們的燈 把微軟街 往北街 總共五個五隻大肚子 哇 怎樣的 整條 整條的迪花街 除了線上線下都可採賣 台北年貨大街 也和迪花街 發跡的便利超商合作 推出限定蒙兔包裝 讓民眾感受最多元 豐富的節慶氛圍 台北年貨大街 過年講究不講究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